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清楚是一种高活性的一种物质 通常认为这个自由基的活性非常高 寿命也非常短 比如说它在细胞当中的枪击自由基 它的寿命普遍的认为是10-9次方秒 也是非常短的一个存在的寿命 那么实际上相对于这个短寿命的自由基 然后还有一些寿命比较长的自由基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标准物质DPPH 另外一种像我们追溯到1900年 摩斯·港伯格发明这个三绿本氧自由基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三绿本氧自由基的时候 这种三本甲机自由基实际上在那种 还没有出现电子顺次公正技术的情况下 这种三本甲机自由基实际上也是一种相对于枪机自由基 它的存在寿命应该可以说得上 属于持久性自由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持久性自由基在环境当中实际上关注的比较晚 在201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 EST上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路易斯·安娜工业走廊大气颗粒物的当中的持久性自由基 在这种工业区域采集的大气息颗粒物当中 这个检测到了这种长寿命的自由基 而且这种自由基普遍认为可以诱导产生一些高活性的一些物质 因此这种自由基实际上被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的一些老师也认为 可能在以往做大气息颗粒物风险评估的时候 这种自由基是一种被忽略的一个对于人体健康产生负面效应的关键因子 那么我们在做这些研究之前 实际上我们也查询了一些相关的文献 然后回溯到以前关于环境当中的一些持久性自由基的情况 我们查到在1983年在SANS上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在这个香烟 也就是我们现在禁止吸烟有害健康 大家都很熟悉了 在香烟的这个烟气当中 检测到了这种顺次公正的信号 那么这种顺次公正的信号 可以在本荣业当中 它的半率期可以长达12天的这样的一个寿命 也就是说它的寿命相对于我们普遍认知的那种枪机自由基 它的寿命要长得多 同年1983年在这个环境健康领域非常知名的杂志 EHP上也有一篇文章 同一团队做的 他们进一步对这种持久性自由基的结构进行了解析 认为这种半坤类的自由基可能是香烟 烟气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电磁顺次公正信号 比较持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自由基物种 那么我们这个课题组呢 实际上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课题组实际上早期是做持久性有机软物的 那么持久性有机软物呢 相比于持久性自由基呢 它更持久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比如说这个二二鹰类 它可以耐强酸耐强碱 然后在各种的化学处理过程和生物处理过程 以及光化学和热化学过程当中 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类物质 而且它的毒性比较强 被认为是致癌类的物质 那么我们在这个做持久性有机软物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是期待着能够解释这个反应过程当中的自由基基理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持久性自由基的时候 检索呢 也是意外发现 在1985年Nature上的一篇文章呢 也是报道了二二鹰生成过程当中的自由基 那么这个自由基呢 实际上是一种 也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自由基 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就更进一步的 然后想着去 在我们前期做这种二鹰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去拓展这一块 关于持久性自由基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是做环境相关的 所以就是进一步的呢 把这个环境持久性自由基的工作 进一步的拓展 刚才说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工业走廊区域 大气颗粒物当中检测到了很多的 这个高自旋速的环境持久性自由基 那么我们国家呢 前些年 然后在雾霾这一块呢 也是相对污染比较严重的 德国马普化学所有一篇Nature上的文章 然后指出 在全球由于史外 颗粒物污染所导致的这个超额死亡率 实际上也不止发展中国家 不止中国有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等 都会由于史外 PM2.5的污染 所导致的一些超额死亡的一些情况 因此呢 这样的一些研究 也是全全球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 那么实际上颗粒物当中 比如说我们说的PM2.5当中 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除了我们通常认知的这个硫酸盐啊 硝酸盐啊等等之类的这个物质 还含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有机污染物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高分辨的植谱去筛查 那边包含多号方听 包括鲁素取代的多号方听 还包括一些羊取代的多号方听 还有这个消极多号方听等等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有机污染物在这里边 都会能够检测到 也就是说它包含的成分非常复杂 但是通常学术界所采用的认知颗粒物当中 这些一个成千上万种成分的 技术手段呢 无非是采用高分辨的质谱手段 然后这个质谱手段呢 实际上在做这些污染物的时候呢 还需要一个对样品的一个前处理过程 复杂的前处理过程 比如说说一些提取的过程 还有一些前处理的过程 然后再做质谱进行解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如果用质谱的技术 是没办法看到 颗粒物当中所可能存在的一些 这种比较活性的一些物质 比如说这种自由基啊 还有环境持久性自由基 因为这些物质 可能在这个前处理过程当中 它的性质和结构等等 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电子顺次公正可以说 做这种大气颗粒物啊 还有环境当中的这种持久性自由基啊 然后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一个技术手段吧 那么在服务一些其他的验证手段 比如说GCMAS 还有一些光电子能谱等等之类的技术 可能能够对于大气颗粒物当中 所存在的这种自由基的物种 和它们的转化机制 进行很好的一些解析 借着一些机会吧 基金委在2015年启动了重大研究计划 就是大气息颗粒物的 独立和健康效应 在这个项目的资助下 我们也承担了一系列的 包括培育项目 集成项目 还有一些重点基金的一些项目 开展了一些持续的工作 那么首先 在以前的基础上 我们不知道这些个 说是大气息颗粒物里面有这些自由基 但是主要分布在 什么样的粒径里面 并不清楚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采用这个大气颗粒物的 分级采样技术 然后采集不同粒径的颗粒物 比如说颗粒物特别细的 小于1.0个微米的 这样的一些超细颗粒物 还有一些1.0到2.5的组分 2.5到10微米的组分 以及大于10微米的 这种粗颗粒物的组分 然后我们检测到 这种自由基的一些存在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 总的结果上来看 在越细的颗粒物上 实际上这个 自由基的这个自旋数 也是越高的 那么这也提示我们 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颗粒物越细 那么它可能进入到 我们人体呼吸系统的部位 也会越深 那么如果进入系统 人体呼吸系统的部位越深 那么它所带来的 这个健康效应 可能也是比较负面的 可能对人体健康 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呢 我们也做了 然后雾霾 跟雾霾的严重程度 跟颗粒物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这个 空气质量相对比较好的 颗粒物力竞小于50个微克 100个微克的水平 200个微克的水平 还有接近于这个上限的 400个微克 当然还有这个颗粒物更高的 条件下的一些浓度 实际上我们来看 这个大气颗粒物当中 这种细颗粒物的浓度 颗粒物的浓度越高 那么它负载的这个 持久性自由基的这个含量 也是越高的 也就是说这个中午外天 颗粒物 我们暴露在这个颗粒物下 然后因而导致的这种 环境持久性自由基的 这个暴露量也是最高的 那么它的这个自旋数呢 也是可以达到 10的20次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说这种自由基啊 是相对稳定的 相对于枪击自由基等等 它的稳定性更高 那么假如说 这种自由基的稳定性更高 那么它的存在寿命 到底有多长 那么我们将这个雾霾天 采集的这种颗粒物 然后按照它的这个测了 它们随着时间的衰减的程度 比如说一天12天等等 衰减的程度 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拟合 发现了这种颗粒物 如果采集下来 再不发生其他特别明显 外界条件干扰 比如说发生了降雨 降雪等等这样的条件的影响 没有这些条件影响的情况下 这种颗粒物的当中 持久性自由基的寿命 可以达到59天 也就是接近两个月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样的结果呢 实际上也是跟 其他的一些认知 比较匹配的 那么这些颗粒物当中 的自由基来自于 哪些样的 什么样的来源 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 工业过程当中 排放的这种细颗粒物 比如说一些燃煤 产生的细颗粒物 还有一些链胶 还有一些金属冶链 产生的这种细颗粒物 里的这个自由基的情况 也都检测到了这种自由基的 持久性自由基的存在 那么我们也在我国 这个北方区域的冬春季节 然后进行 分别进行了样品的采集 冬季跟春季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呢 可能冬季这个 存在这个供暖区域 是吧 京津季地区可能还有一些 通过一些这个热供暖的一些情况 那么等到这个供暖结束之后呢 我们采集了一些样品 对比来看啊 这个冬季供暖期间 然后持久性自由基的浓度 也是明显的高于其他的一些情况 也就是提示可能一些热工业过程 供暖也是这个大气颗粒物当中 自由基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颗粒物当中 可能一些比如说一些工业过程 包括燃煤电厂等等的 可能是它的来源之一 那么我们就想知道 它们的来源应该按照颗粒物来讲 实际上主要分为两大类 对吧 一类是一次元 所谓的一次元 就是各种工业过程当中 直接排放进入大气的 再有一种就叫二次元 就是说本来没有这种物质 但是进入的大气当中 存在一些其他的物质 然后在光化学作用下 在臭氧等等的一些作用下 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了颗粒物 生成了一些新的物种 那么这是它的二次反应 那么一次反应 跟二次反应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一次反应 这些工业过程 大部分都是有热相关的 加热 比如说燃煤 垃圾焚烧 金属冶炼 都涉及到高温燃烧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热化学反应过程 而这个大气颗粒物当中 二次生成的呢 主要涉及到一些光化学反应 因此呢 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就想去揭示 到底这个一次元和二次元条件下 怎么生成的一些 环境持久性自由剂 那么我们都知道 分类可能是一个重要的 无论是一次元排放 还是这个植物当中的 一些释放的VOC等等 都可能进入到大气里边 那么一个是 它既存在于一次元 也存在于这个 可能在二次元当中 起到了一个全气体的作用 因此呢 我们首先选择了这个 林本二分类的物质 作为一个全气体 去做一些模拟的实验 那么第一步呢 是热化学过程当中的 模拟一次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从300K到600K的 这样的条件下 然后在不同金属化合物的作用下 这个林本二分呢 也是生成了这个 大量的这个环境持久性自由剂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些持久性自由剂呢 在随着温度的增加 它的生长量逐渐的增加 那么它是不是生成之后 比如说排到大气里边 它能稳定存在 那么我们通过最右边 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在保持在600K的情况下 以及温度回到将近室温的 这样的情况 298K的情况下 这两个含量 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差别 也就是说热过程 比如说垃圾焚烧 金属冶炎等等 生成的这种持久性自由剂 进入的大气当中 在室温条件下 在这种常规的天气条件下 它是可以稳定存在的 而且我们发现呢 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金属冶炎 炎钢啊 它含铁 有色金属冶炎呢 比如说一些铜冶炎等等的 还有一些矿物质的生产等等 这三种金属元素呢 都对于这个持久性自由剂的生成啊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那么光化学作用下 也就是说 零本二分是否可以在光照体系下 在大气当中生成这种持久性自由剂呢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比如说随着这个光照时间的增长 这个零本二分可以在 这个 一些固体机质 比如说我们用二氧化硅模拟的这种 模型颗粒物上 然后看到了这种持久性自由剂的生成 而且这是它的一个 电子顺势共振的普图 那么这个 不同的金属呢 对于这个光化学作用下 二次生成的环境持久性自由剂呢 有明显的这个促进作用 而且促进作用呢 是有不一样的结果的 比如说这个氧化钙的结果 要大于氧化铜 大于氧化铁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 导致到会产生这些持久性自由剂呢 因为我们知道自由剂的一个特征是 未成对的电子 对吧 未成对的电子 也就是说电子是这个自由剂的一个核心 那么既然电子是它的一个核心 本来零本二分是一个 就是属于一个分子类的东西 那么它怎么生 怎么变成一个 有未成对电子的一个作用呢 我们想着这个金属化合物 可能在里面起了一些作用 那么我们就对于我们 使用的这个氧化铜 氧化铁 还有氧化钙 进行了一些 S射线光电子能谱的一些表征 实际上也确实看到了 这个铜价态的变化 由二价铜变成了一价铜 这样的情况 铁呢 同样也是有一个价态的变化 但是铁的这个价态的变化呢 相比于铜来讲没有那么明显 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氧化铜更容易促进 这种自由剂的生成 而这个氧化钙呢 实际上它是普遍来讲 在这种条件下 它是没有价态的变化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轻质子的氧质紫是有一个电子的 那么氧的一些转移是有一些过程的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呢 这个自由基呢 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个这个实际上在大气实际情况下 会不会产生这种自由基的一些情况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 以大气息颗粒物为实际机制情况下的 环境持久性自由基的一些生成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就是我们在雾霾天实际采集的 这种大气息颗粒物上 然后发现这个临本二分实际上 可以在光化学和热化学作用下 都可以生成这种环境持久性自由基 而且呢这个环境持久性自由基的存在呢 实际上主要存在于这个气固态的颗粒物当中 而在气态呢可能是不太能够容易稳定存在下来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当中啊 这个天气是不断变化的 那么我们也发现了可能一些湿度 比如说一些含水量对它们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做了一些 比如说可能有一定的湿度情况下 水是不是会导致这种持久性自由基 不再持久会发生一些转化反应 那么这个图呢也是提示我们呢 在这种有比如说气溶胶 含水的气溶胶等等参与的条件下 可以产生比较明显的腔剂自由基 这也是说比如说有的老师说 持久性自由基它相对比较稳定 而腔剂自由基呢 它可能这个毒性更强 产生DNA损伤等等的危害可能作用更大 这也是提示我们应该关注 它们的一些转化和产生的高活性自由基 导致的健康效应 那么我们也根据我们测试的这些个结果 根据这个金属化合物的参与提出了 在大气光化学作用下 然后以临本二分为浅气体 生成环境持久性自由基 进而转化成一些高活性的枪击自由基的 这样的一个机理 我们这部分的工作呢 是在2021年的3月份发表的 然后非常高兴的是呢 然后德国的马普化学所 实际上跟我们也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他们也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 他们在这个人体的线流体当中 发现了这个颗粒物可以诱导 产生这种枪击自由基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推断 可能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 然后产生枪击自由基 造成氧化损伤 而它呢就是正好用到了 这种线流体一些模型 然后确实也测到了 枪击自由基的这样的产生 它这个工作呢 比我们晚几个月 大概是10月份发表在发表的 然后这样的一些结果呢 也是起到了一些互相验证的作用 然后我们目前也有一些沟通和合作 也在共同做这一块的 一些健康效应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 这个环境持久性自由基的 这个测试啊 依托于这个电子顺势公正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设备 那么我们也想着能不能够 在如果日常的情况下 在做成一定规模的条件下 做成一些模型 然后可以通过大气颗粒物的浓度 和一些常规的气象学参数来预测它们 所以我们也跟踪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些检测结果 然后做了一些这个数据模型 这样的一些结果呢 也是提示实际上跟比如说 空气当中的大气当中的颗粒物 臭氧等等 还有沉降湿度等等的一些因素 对它们的影响 那么我们看这个A图 这里面实验的结果跟模型的结果 实际上匹配的还是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建立的这个模型啊 如果想知道这样的浓度 可以不需要那么准确的话 可以依托我们建立的模型 然后取到一定的预测的作用 对于这个丰富这个数据量 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做一些对裂的研究啊等等的 那么我们也初步的判断 因为关于这种持久性自由机的风险啊 并没有一些现成的模型可供参考 那么我们实际上也背了一些个体 比如说个体采样器 就是模拟人体呼吸的这样的一些采样器 然后就是随身携带 然后最后测它当中含有的持久性自由机的含量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高的雾霾天的情况下 尽管我们不吸烟 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吸烟可能会产生持久性自由机 在SANS上那边也提到了这个自由机的量 那我们用一种直观的方式 当然这目前来讲并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对于大众的科普来讲 如何体验到这个 就是说初步的判断这种颗粒物当中 持久性自由机的吸入可能导致什么样的风险 那么即使就是说我们不吸烟的人群 在这种高雾霾天的情况下 所摄入的自由机的自旋数的量 有可能相当于两包香烟 所产生的这种持久性自由机的一个等量的自旋数 这样的也是为我们更直观的提 那个更直观的表现一下他们的这个风险 能提供一些相对比较直观的一些看法吧 以上是我汇报的全部内容 敬请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执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